中華文國 我是參加在現實世界 中華文國 中華文國 我是擁有三色不耐之神 童話說出的林辰 今天呢 我們要去帶領各位 一頭前往童話文國 然後我們也特意要求 多年認識的朋友林辰 一起來前往 來說說你第一次進入的經驗吧 第一次進去的感覺 既期待又還會受傷害 但進去的感覺真的 好爽喔 喔 你說那麼多屁話 他就不帶我進去 看你每次都這麼輕鬆的跳進去 我也想進去玩玩啦 要進去玩不簡單 你只要反應我幾件事 就是啊 你不要每次 就是拿個故事書電泡麵 不然就是邊吃邊看 不然每次就是 玩一玩喔 都有那個泡麵味 不然就是劇情品剛掉下來 你是要嚇死誰啊 喔啊就故事講一講就餓了吧 場內進食飲食 欸欸欸欸 幹嘛啦 啊就手髒了嘛 那你手髒了去廁所啊 廁所在出口 右手髒 喔 我等等去啦 啊 你是要不帶我進入童話王國啊 不是不是 還有一件事還有一件事 什麼什麼 快點說 就是啊 當故事進入最緊張最刺激的情節時 如果你們怕有心臟病 高血壓 糖尿病 氣喘 蛀牙 感冒 咳嗽的 旅客都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會隨時將你拉回現實事件囉 緊急出口 在觀眾台座前方 和中間走到右側 啊還有什麼情節欸 像是海上歷險啊 媽媽打小孩啦 之類也沒想到都有 喔 很棒嘛 啊講了這麼多時間也不早 我先收行李囉 欸欸欸欸欸欸 我先講一件事情 就是 觀眾你們可以留意身旁的金幣 說不一等到中間喔 那我先走囉 拜拜 啊不是啊你還沒有說什麼大 我覺得是童話王國欸 小雨雅